藍色外套的男童在走廊上 將另一名男童推到牆邊 接著朝他的肚子狠揍一拳 還將他拽到地上 耍狠霸凌 他就是先把我推倒 之後我撞到牆壁 他撞到牆壁以後 他就會用腳把我勾住 所以我就跌倒 有去再撞到後腦上 挨打的男童回想起來 仍心有餘悸 他在開學第一天 就被隔壁班同學毆打強推 頭部撞擊到地面 引發腦震盪 我們是覺得 所以可能是我是剛轉上來 我想回去以前的學校 有點想要回去 孩子至今仍在醫院觀察 家長氣炸了 還說這早就不是第一次 去年八月孩子從雲林 轉學到台中就讀後 事情不斷 先是在十一月左右 悠遊卡連續被偷了五次 接著今年一月 孩子又遭到同學抓傷臉頰 留下明顯傷痕 事情都還沒處理完 開學又被毆打 造成腦震盪住院 也是問學校也問不出一個說意欄 我們做家長的才會覺得說 是小孩子自己沒有注意 不用心 到後來查出來的 我們家長才知道說 原來是小孩在學校都被寄附 孩子接連被同學霸凌 學校不知情嗎 現在教育局要深入調查 我們大概會請我們的資商中心 就馬上會到學校去 他是不是霸凌 我們有請學校禮拜一 要開霸凌營運小組會去做一個定確認 教育局將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也會派遣諮商輔導員介入協助 但家長心疼難過 想到孩子轉學不到一學期 就接連被欺負 這次甚至被當成人肉殺包 毆打住院 實在是難以接受 接著禮貌專家請陳台中採訪報導